欢迎回来,我是阿姆西 那么今天呢来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全面战争法老的保姆级入门教学 主要为了让没有玩过全面战争的玩家呢可以简单上手 玩过全面战争的玩家呢可以看到他和其他权战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玩过特洛伊,那么这个雪人页面啊你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这里一共分为三大板块 赫蒂这里呢是有两个派系 迦南也是两个派系 埃及一共四个派系 我玩的就是太阳神之子,拉美西斯 我是即将降临的黎明 我们的本地神灵呢是拉,他会给我们提供三个不同方面的加成 但是关于神灵方面的内容呢比较复杂 我们待会儿进去再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土部队和派系部队 派系部队呢就是我们这个行审靠这个特殊建筑啊能够招募的东西 他能够吃满建筑和降临的加成 而本土部队呢就差上许多 一支经济又实用的军团就是以少量的派系精锐啊作为这个核心 在服役大量的这种民兵组成的 这样的话有战力,价格呢也不是很贵 当然本土化部队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高级兵 但是呢你也要造相应的这个军事招募建筑的 而每个行审里面的格子是有限的 大部分都要被资源和这个内战建筑给它填住 只有少量的格子啊留给这个派系的这个军事招募建筑 你可能会说其他行审啊会有格子啊 但问题是其他的行审也会有他的派系部队 你们懂我意思吗 就这个行审是我们的派系部队 到了这个他的首府行审可能就是他的派系部队了 而且民兵的实力啊是相当不俗的啊 像我们这个民兵还算弱一点啊 你像这个位置的民兵是那种纯破甲的民兵 他拿的是锤子啊 我们这个的话因为是个斧头 他只是有一点反顿而已 民兵作为一个一阶兵啊 他是120个魔族 15600点血 然后30的命中 27的闪避 32的尾沙伤 再来看我们的派系部队眉睫剑士 他可是个三阶兵哦 100个魔族 15000系 31命中38闪避 40点的武器杀伤 你感觉比民兵强哪里去了吗 大家不用说 AI还有这个老兵难度的加成呢 所以说AI的民兵啊 跟你的眉睫剑士砍个五五开啊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你也不用担心啊 因为我们是会有大量的派系加成的 你就比方说啊 我这是第46回合 来看我现在的一个眉睫勇士 发现了吗 62点的护驾 45的命中 62的闪避 59的杀伤 吓不吓人 这都还算好啊 我们看旁边这个东西 精锐眉睫勇士 63的命中 73的闪避 81的武器威力 贵贵 这都是神选者的水平了 血量也有17000点 还有45%的一个盾牌 117的护驾 同样也有这个头毛 但只有两发 这个是三发 还有训练有素 提振士气 移动射击 丛林隐蔽 包抄强化 包抄防御 他还有弱势者能力 就是周围的敌人啊 超过两个 他能再加三攻三防和十点士气 还有三种姿态 撤退 这个是加进防 减命中 盾强 这个是加25%的远程格挡 还有高级冲锋防御 这个是可以直接无视掉敌方所有的冲锋加成 应用前进姿态 这个是可以朝目标进发 并且加5点防御 沿途击退敌方部队 那么这个属性是怎么跌到这么高的呢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 第一个方面肯定是我们这个金杠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信仰神的加成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第三点就是我们将军的技能了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红线啊 他这个红线点满的话呢 是可以降低20%为止费用 然后加士气加影响力 但是你会发现啊 他跟这个部队加成啊 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他主要是提供减为之费用啊 包括还能给你上一点这个技能 那这个技能吧 也就那样啊 几点提方士气什么的 真正强的呀 还得是这个绿线 这个绿线点满之后啊 是可以加全军的六点进防 还加一个真木栏位 这个游戏 如果说你没有调初始设定的话呢 是只能一回合招两个兵的 就算有一些这种建筑能加 他也是要升到顶级之后 才能加那么一个栏位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加的一个栏位还是很重要的 该军队的补源 还能再增加20% 疲劳累计 还可以降低20% 再来看蓝线 它是可以加这个移动距离 冲锋加成 包括还有这个冲锋技能 全部点满呢 是可以启用夜战 这个玩过三国的话呢 都清楚 还有全军的一个10%的速度加成 包括这个冲锋加成点满的话 可以达到8点 这两个东西呢 很明显是给骑兵和战车用的 但问题是目前游戏啊 没有骑兵 只有战车 而且轻装战车呢都比较弱啊 你料到中装甚至到重装 才能发挥出这个 10速8充的效果啊 就算发挥出来了 也就那样 剩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移动距离20%了 但问题是这座啊 多了个东西叫做前哨 这个前哨的能造很多种东西啊 比方说我们这边这个阿顿的神殿 你去摸一下 能获得这一大串的加成 当然正常你是没有那么多的啊 那是因为我强化了这个神殿的效果 但就算这些加成你全部都不看 你就光看中间这个绿子 与前哨互动可恢复 行进至哨战时消耗的50%移动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在自己的这个领土内 跑来跑去呢 耗费的移动点是非常少的 更不用说有种前哨叫做这个驿站了 你去摸一下 还能额外给你加30%的一个移动距离 持续四个回合 我们来举个例子 首先呢我们拿一个 只点了两级蓝线的降临啊 它只加4%的移动距离 然后呢我们往这个驿站开始赶 这里是加30%的一个移动距离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会显示出一个buff 这个是降低20%为是费用的 耗费的路程又被补了50% 我们再前往下一个超战 发现了吗 又补了50% 我们再往这边赶 又补了50% 我们再往这边赶 一个没怎么点蓝线的将军啊 一回合就从这个位置 一路上赶到了这里 经过了三座城市 如果说你从这里起步的话呢 甚至能经过四座城市 当然这个蓝线呢 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啊 你就比方说 如果点了蓝线的话 就可以摸到再下一个超战 甚至再下一个超战 就会跑得更远更远 但是呢也能说明啊 这个蓝线没有太多点的必要性 因为你就算不点蓝线也跑得足够远了 整支军队全部精力充沛 并且移动距离加30% 发现了吗 他甚至不要你点蓝线 你说这个蓝线他尴尬不尴尬 你这个点满的加20% 我把上面两条点满 我直接获得这个 很夸张啊 真的很夸张 蓝线红线点满 是额外再加30% 然后CD减20% 金鸣石荒 降低移动距离加8%的不远 还必须得是敌方区域内的我方军队 三个九的灿若交扬也不怎么样 因为他这个建筑花费只减地区 不减本行省 这一圈看下呢也会发现 红线和绿线点满是最优解 这个蓝线呢就不要去点了 不要学我 这个是我刚开始玩 还不太懂的时候点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里的人物装备 我们这代呢是历史全战 所以说的话呢 他是将军卫队 不像什么这个特洛伊的神话 也不像我们的战锤啊 有单将什么的 他这里的装备呢 全部都是加成降位的 或者说直接给降位换这个职业啊 你装弓就是弓兵 你装这个标枪 他就是毛兵 不是远程标枪啊 是进展毛兵 但这边呢也有一些限制啊 你就比方说我们骑战车的情况下 是不能换成镰刀的 发现没有啊 他只会把你把弓脱了 但是镰刀换不过来 你只有是步兵的情况下才能用镰刀 但是战车上枪是可以用的啊 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枪战车 用枪之后进防会高一些 然后破甲的也会高上5点 但如果说你不带这个战车啊 你就完全可以用什么呢 毛加上这个重型的青铜盾 他没有变成毛盾兵 也可以变成这个镰刀盾兵 都是可以的 但是弓盾兵是不行的 想要带弓 你必须要把这个盾牌拿掉 然后配上弓箭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个护甲也是有限制的 你像这个青鸡甲呢 你都是可以穿的 但这种相对这个重甲一点的就不行 你像这个平铃胸甲听起来好像也挺轻甲的 但是你穿上扇子之后呢 就不能戴他了 我只能理解为埃及的那个马匹呢 都比较瘦弱啊 跟驴一样啊 你穿的重一点就拉不动了 然后旁边呢 还会有一些这种不同效果的这个随从和饰品啊 你像这个腰带加光环啊 这个重型绳索 降低敌方的维尘抵御啊 降低这个真木建筑的劳动力花费等等 然后这边还有什么降低敌方的移动力啊 等等 这里呢还有一件特殊的装备 就是我们法老的帽子 或者说是王冠啊 也是会有不同的效果 它也是在你不同的阶段啊 给你这个解锁的 像我们这里呢 是已经当上了这个法老王嘛 所以说我们这边是可以打开一个叫做王冠的权力 这里呢 我们就能看到啊 这里所谓的一些帽子了 像我现在戴的就是最后一个帽子 可以加这个正当性和所有派系的外交关系 同时呢提升王庭职位的一个效果 埃及王庭呢 也就是我们面前看到这个东西了 一共是六个职位 各有不同的效果啊 比方说这个库师总督 如果你当上的话 每回合给你发五十块钱 但如果你没当上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向他执行阴谋 用这个散播流言 这个是每回合两次啊 散播流言 然后呢就可以涨这个尊敬点数 尊敬点数达到六十 就可以选择这边一个矿山获利啊 来直接为我们的国库增加黄金了 每六个回合呢可以用一次 看似呢好像不多啊 但其实在前期的时候呢 已经足够了 而到现在这个时候 中期乃至于后期啊 你当上法老之后呢 只要等那个帽子生效 我们现在还没有生效 到下一回合 他这个黄金啊 一次是给你翻倍的 也就是四百块钱 这个黄金呢 是五大资源之一啊 也是最值钱的一个资源 所以说你搞这个 肯定是不吃亏的 那么除了这个矿山获利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财务掌这个地方啊 也是通过六十点这个点数 去降低我们某个类型 百分之二十五的一个成本 他每个轮回呢 是六个回合 那你点了之后 下个轮回六个回合呢 就可以降低这个成本了 然后中间这个最高指挥啊 是可以降低你某个类别招募军队 百分之二十五的成本 也是要到下一个轮回啊 才能够生效 像我之前呢 自己担任的是这个高级祭司啊 但是我现在当上了法老嘛 这个位置呢 也就空出来了 我们当上法老之前啊 你自己只能担任一个职位 哪怕你把其他人这个踢下去了 你也只能担任一个职位啊 但是你当上法老之后 你是可以把自己手底下的人啊 直接拉上来 担当你想要担当的任何职位的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同时获得阿蒙高级祭司 和法老两个职位再来加成了 法老加成呢 是可以征目这个法老精锐 别人想搞我们密某的话呢 需要花费更多的这个黄金和尊敬 并且呢 他们的谋略成功率啊 也会更低 还有二十点的正当性 你只要在内战中保证正当性是低的 那么在内战结束之后 你就会成为法老 你看我现在啊 是一百九十四点的一个正当性 而正当性的来源呢 也很复杂 像什么战斗啊 圣地啊 人物啊 纪念碑啊 都可以得到 像我这边 其实战斗和圣地啊 也差不了多少了 圣地这个东西 全途大概有二十多个啊 你像我们这个尼罗河的沿岸 发现没有 基本上都在沿岸啊 有十个 然后我们这个初始形成有一个 北边这一块呢 大概也有十个啊 全途一共二十多个 所以你想到法老的话 很简单 你就看哪里的圣地多 你就把部队开过去 把路上敌人全部干光 这样的话 你战斗分也有了 圣地分也有了 在内战中 这个想得到法老职位啊 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啊 这个内战呢 你要主动加入的 你要是没点的话 你这个东西再高 也是没用的 在你当上法老之后呢 这个正当值 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皇家权力 可以给你解锁 不同的效果的 比方说这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担任 更多的王庭职位 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行程建筑建的更快 这个是可以给我们 白嫖闲置的劳动力 然后这个是可以增加 我们的人物点数啊 就升级了 然后呢 这个是可以让我们 吞并某个派系的这个领地 刚开始的话呢 都是一级啊 都会比较弱啊 像这个只能吞并 一个领地的派系 如果说你把它叠满的话呢 是可以吞并 三个领地的派系 我们这里就先来选一个 王庭五职中担任两个 然后回到王庭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可以多分配一个了 但是这地方位置上有人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啊 这个恐吓 可以让他直接移除这个职位 这个行动呢 是有成功率的 你的智当性越高 他的智当性越低 那么成功率越高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通过破坏 来提高我们的谋略成功率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 这套宫廷谋略 有什么想法啊 我只想说 确实和CK3呢 有一些类似 算是吸收了 他们的一些精华吧 那么王庭和这个 王冠权力啊 全部讲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异教徒 阿赫纳顿 可以看到我这边的神圈啊 已经是升到顶了 所有的加成呢 全部拿完了 后面这四个啊 他是每次随机给你三个 让你挑的 但是你不知道是什么 你要选择之后再毒挡 有点蛋疼 前面三个的话呢 就是你把两个神的加成 组在一起之后的一个效果 你像我这边 为什么选择这两个神 主要是因为 一个是加护甲加破甲 一个是加近战武器攻击 和近战武器杀伤的 除了军队加成之外呢 他对于整个行神的 背头加成啊 也是不错的 只要你的这个行神 盖了这个神殿 就会有些加成 整个行神啊 真目步兵的进房加三啊 然后劳动力加七 就相当是人口啊 但是跟人口 也不是完全一样 待会我们再讲 本行神的公共秩序啊 加八 然后呢 经营军事支援的建筑时间减二 资源经营军建筑的建造花费 降低45% 这都很重要的 包括你路过神殿 进去祈祷一下 获得加成啊 也是很好的 这边远抗啊 直接是30% 然后士气整体加15 好 这边还有18 直接加了30多的士气 还能降低28%的疲劳累计 总之啊 这两个神就非常的强 但并不是每个玩家 都能跟我玩的一样 因为我们这个异教徒 阿赫纳顿 只是四种遗产中的一个 就算你跟我一样 也选择了异教徒 你也不一定会和我选择 两个一样的神明 我这边选择的神呢 一个是托斯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邵石卡 我觉得他们俩 对于这个布子加强的比较多啊 然后呢 这个内阵也不错 但是他的神呢 也有不错的 比方说我们这个初始神 拉 他的加成类型呢 其实是跟这个邵石卡 差不多的啊 并且呢 他还有一个什么 真木的等级甲 只不过他的这个 近战攻击啊 加成的稍微少了一点点啊 然后再看普塔 他是加这个黄金收入的 还有这个鲁掠收入 和一平收入 如果你是游牧的话 可以选他 走一个这个交图政策 亚姆这是一个加男神 降低部队的黄金和青铜的维持费用 还加这个掳掠收入 全军还降低维持费用 加冲锋 埃及神赫鲁斯 我们常说的赫鲁斯之眼啊 就是他的眼睛 加36%的移动距离 还有战后的恢复距离 还加全军的这个速度 阿努比斯 也是加这个护甲的 但是啊 他不是加全军 他加战车啊 所以说我没有选他 埃及神赛特 这个是玩远程绝对绕不开的一个神 可以加远程破甲 装填和射程 总之你想玩什么套路啊 你就选择两个比较合适的神啊 给他组到一起 如果说你不选择这个异造图啊 你就只有一个神 并且呢 并没有后面那些奖励的额外效果 另外还要提嘴啊 这些神的话呢 是需要解锁的 你打下一片区域 就会解锁一个相应的神 像我这里神权解锁的话呢 是因为我这个档开始的时候啊 在初始设定里面 我勾上了那个神全部解锁 我们再回到选择遗产的界面 我们这次选择建筑师胡夫 大金字塔 大花园 大型雕像 黑方尖碑 藏祭庙 没错 全面真也可以造奇观了 每个都有不同的加成 比方说这个大雕像啊 就可以加你精英法老部队的进攻 然后还有这个远程破甲 方尖碑加16的正常性 并且呢 还能加这个资源产量 而藏祭庙呢 是可以让祈祷的持续时间加倍 本来是四个回合嘛 现在摸一下 直接过来 八个回合 我们再来看商人 选了商人 我们就可以把家里面的一些资源 或者装备拿去和别人交易 你像这个什么石头啊 这个食物啊 还有这种什么盾牌啊 都可以拿去这个卖钱 像斐尼基这个地方 你把商队派过去啊 就可以从他手上买到什么油罐啊 木材啊 啤酒什么的 这东西可以拉回来 直接换成资源 1000点 也可以换成buff 这边该形成直接劳动力增长 还可以呢 变成这种装备 就带在我们人物身上啊 都可以 下面这一排的话 应该是他收的东西 就是你拿这个东西过去啊 他可以高价收啊 上面这排就是他卖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选择这个商人啊 你稍微的搞一搞这个远真队 你就能获得很多的资源 还有buff 包括你人物的装备啊 也会很好 最后一个征服者 我们只需要选择一个目标 然后呢 花一点资源 启动征服 就可以选择征服行动 像第一个 破坏水源 花100块钱 降低这个地区的维城底域 还有这个疲劳累计 说实话是非常非常亏的 然后这边100块钱 招一个本地的冠军勇士 这个还可以啊 西罩巡逻队 花150块钱 然后降低一下这个士气 不要累计什么的 总之吧 我感觉他这东西 要的钱都太多了 效果吧 又不是很明显 所以说选这个的话 感觉有点鸡肋啊 但是后面呢 通过你不同的这种行为 会获得这种不同的buff的 有可能是走这个本地支持流 也有可能是走这个蓄意破坏流 但是我感觉这个buff吧 也就那样 获得一些什么满意度 获得一些援军 获得一些补援 获得一些这个资源 所以综合考量下来呢 我感觉四个遗产中 比较这个强大 并且实用的 还得是我们的异教徒 OK 那么这个王庭啊 权力啊 异教徒吧 全部讲完了 这个事例总结也不用看 这个本地神灵的话呢 就是这个跟信仰相关的 就算你不点这个异教徒 也是有的 只不过你的神加成比较差而已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选择的三个神卷者 只有他们三个能吃到神的加成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到的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限制了 然后再往这边看 外交也不用看 这个王室法令 就是科研 这个科研的话呢 我劝大家啊 像我这么走 因为你是走异教徒嘛 所以说神庙你肯定是要造的 这个降低花费很实用 然后往后是经验 再往后就是降低维持费用了 他的部队维持费用非常贵啊 前中期的时候 可能你就一直满边 你就没钱了 经济都是负的 所以说把这边啊 从三阶到四阶到五阶 减维持费用的全部叠满 然后再点一个总体降低百分之十 这个时候你的部队啊 维持费用很低 你就可以多出部队 多去推图 就基本上很扫无忌了 然后上面这里的话呢 还能加这个派系部队的进防 然后加这个击到时间 再加这个进防啊 都是很实用的 王室法令 再往后面看的就是胜利目标的啊 这里呢 我们打了45回合 虽说是拿到了法老啊 但是呢 连小胜都还没做到呢 不过呢 也并不是很难啊 这些地块 你想打的话呢 像我们现在这个军力啊 也基本上是一个平推 我目前大概是三只 还是四只满边啊 嗯 横扫无忌 所以说他这边有个什么 海上民族的这个入侵啊 但是他这个入侵怎么说呢 每次就来个一两只满边 你们知道吗 从这地方过来 远远的就能被我发现 而我在这个地方 你看 一个七只 一个十七只 一个十九只 就是两只满边啊 在这边 两只多满边 在这边等他过来 他来一只 我们也一只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OK 那么这一盘呢 就全部讲完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中间这个东西 文明之柱 当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特定的地区 被人这个摧毁 或者说攻占的时候呢 就会掉这个点数 点数掉下479 整个世界就会陷入危机 掉下344 世界就开始崩溃 像我目前的是410 在危机状态啊 会给我们整个派系 带来一个恐惧与不满 降低士气和补原 蛮恶心的啊 但是没有办法 给这个海上民族带来什么呢 带来这个全军15%的进防 30%的冲锋 20%的士气 免疫生涵损耗 还有海上移动120% 这叫什么 这就叫海上高铁呀 对不对 他跑得太快了 但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会一口气 直接登岸工程 还是会被我们在海上堵住啊 所以说影响也就那样 不会很夸张啊 然后这个游牧部落 还能获得什么呢 免疫沙漠损耗 全军20%的近战攻击加成 20%的冲锋加成 和20%的进防加成 总之啊 就是这个东西越低 我们越入 而敌方越强 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这种事件出现 这个也是在开局的时候 可以选择它的发生频率啊 像这个位置 埃及就爆发了瘟疫 会持续若干回合 什么效果呢 真木兰减四 基本上你这个地方 就别想招兵了 死神横扫区域 劳动力增长减二十五 这个劳动力增长呢 不像我们的战锤啊 劳动力增长 然后呢 城市升本 并不是这样 它是每一个建筑啊 都是要花费 这个劳动力人口的 你比方说 我们这个葡萄酒商 升到饭酒市场 就需要四个人口 发现没有 哎 而我们这个主建筑啊 你不升到五本 也没有关系 他们照样能造五级建筑 有点类似于变化灵 但变化灵是完全没有这个建筑啊 你其他建筑随便升 对不对 它是你只要把这个主建筑升到三级 其他建筑呢 就随便升了 你像我们这个小城里面的这个建筑 青铜工匠区域啊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五本建筑 而且没有前置啊 直接升到五本 它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建筑 升到三级 它是一个管一个嘛 并不是说你这个神的 你相信能操啊 不是的 这两个建筑呢 都是那种资源建筑啊 一个加青铜 一个加这个粮食的 并且这个东西啊 还是分不同时期的 时期越危机 那么它加的越多 看起来似乎不错 但其实细思极恐 当整个世界繁荣的时候呢 我们的粮食收入啊 只有二百六啊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没有多少人啊 这个来走私这边卖东西 因为这个粮食啊 其实就是结算货币啊 就是钱 当这个世界慢慢 陷入危机的时候呢 很多人啊 就开始动歪脑筋了 我们这个收入啊 一下就翻了一倍 而当世界崩溃的时候呢 我们的收入又提高了 大概百分之五十啊 就不知道什么东西 都拿过来卖了 可能是自己的妻子 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一切能卖的东西 都可以在走私贩市场上卖掉 是不是细思极恐 只不过我们从这个 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啊 就是不同时期啊 然后赚的钱变得更多了 赚的粮食变得更多了 哦对了 说到这个粮食产量啊 这个地方啊 它是论年的嘛 一年是分为六个回合 比方说这个洪水季啊 海上移动的距离增加 然后呢还能加粮食 生长季 本土部队的真木花费呢 会降低 收获季 补原粮食的产量都会增加 所以招兵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择生长季 然后打完仗的时候呢 最好是收获季 回家的时候呢 最好是洪水季 这样的话呢 所有的buff啊都能吃着 刚刚是看了这个 加粮食的 加青铜的 你看这个也是加青铜的 这个也是加粮食的 这个也加粮食 这个是加木材的 然后这个建筑 是降低整个行省 木材的耗费的 也能加本行省的木材产出 然后再看这个位置 木材 木材 粮食 然后这个是招兵建筑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派系部队啊 然后这个是加劳动增长 并且呢 还给全资源产出加成的 再配合我们的这个行省法令 也是加这个全资源产量的 总之你会发现啊 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建筑格子啊 都是拿来盖这种资源建筑的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的各种资源啊 都是挣的 而且我的部队有三四只满边 只有这样子啊 你才能非常轻松的横推整个世界啊 全战的内政啊 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说你不像我这样子 你去多造一些这个军事建筑啊 哪个地方都造 可能啊 你两个行省都养不起 一直满边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行省 都像我们这么盖啊 这算是经济省了 边界的行省啊 你还是要盖这种东西的啊 就是加这个驻军的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城防军会多一些 再稍微搭配一些部队啊 就可以守住来犯之敌了 除了这种城市建筑之外啊 还有这个前哨建筑里面 有一些呢 也是可以加驻军的 你像这个料网台 这个东西可以加维生抵抗 还可以加三个驻军 再把这个升上去啊 基本上你的这个守军啊 就不会少了 升级建筑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资源 粮食 石材 木材 青铜 黄金 你们觉得哪个最值钱 不用想肯定是黄金对吧 那么第二值钱的呢 想一想 下午这里选出多青铜 少粮食的派系 这里一共两个啊 我们随便选一个 可以看到大概是1比5的一个比率啊 这边我们500青铜啊 100青铜 看到没有 大概是1比5啊 就是100青铜可以换到500的粮食 而木材的话呢 大概是1比6 那可能不到1比6啊 哦 没有人这个多木头 那算了啊 大概就是1比6啊 或者说1比5.5这个样子 然后再看一下石头 这个是多石头 少粮食 也许我应该砍下 这个比率呢 大概是1比1.5 发现没有 这大概是有一个固定比率的啊 不过呢 你一定要选择什么呢 就是你要的那个资源 它多 然后呢 你想付出资源 它少 一定要按这个最佳的比率来 知道这几个资源的价值 我们这边肯定是优先造黄金 对不对 但问题是黄金要从金矿村镇产出 而我目前诺大一片疆域啊 也就只有两片这个黄金产区 发现没有 只有两个黄金村镇啊 所以说黄金产量是很少的 但是木材产量是很多的 发现没有 所以说你只要是有木材产区 一定要把它造满了 然后是这个青铜产区 发现没有 就变少了 所以说青铜虽然价值稍微低一些 但它产的少 所以说有造的话 也要尽快把它造上 再来看一下石头 你会发现产区也很少 但问题是石头很便宜 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 石头没了就拿粮食去换 我基本上每回合都会去买 所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再看一下粮食 粮食也不是什么问题 所以说你这个部队 绝大部分的维持费用都是靠粮食 但问题是粮食产区也很丰富 更加不用说这个地方 尼罗河这个位置 粮食非常非常富裕 你像这个优努 产粮食 一个渔港 灌溉农田 还有一个这个 我这边格子不够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建筑树 它其实还有一个开墾农田 它一个城市就有三个产粮食建筑 而这只是一座产粮村镇而已 这附近有多少个产粮村镇 你们看看 非常夸张 所以说只要把这块全部打下来 你的粮食绝对是不会缺了 游戏机制内政经济全部讲完之后 我们最后再来讲一下军事 尽量就招近战部队 然后是招那种派系的近战部队 不要是招那种本土的 本土就拿一些民兵田下就好了 然后部队不要去招太多的什么标枪兵弓箭手 包括战车也是 你就以这个剑盾兵或者说锤子兵拉满 像我这个主队就是17只剑盾兵 加上两辆这个中型战车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很扫无敌的一个状态 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都很强 但如果说你招一个什么大半边的标枪想去秀操作 这个AI真的是会让你头皮发麻的 因为他很喜欢往你的远程部队脸上钻 而且一愣就是你好几队 你想把部队往后拖 不像战锤拖的那么利索 经常会有很多魔族留在那边一直打架一直打架 然后你标枪就拖不出来了 反正很难受啊 弓箭手的会稍微好一点 不过还是比不上剑盾猛男 或者说是这个锤子猛男 其实我也不想的 但这就是这一代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比较的单调 所以说这场上面有很多新的细节 比方说这个动态天气 比方说动态的这个地形 确实是不错的 但问题是打起架来没有骑兵 这就很尴尬 更加不用说战锤里的那些什么巨兽 或者法术什么的了 他就是锤子猛男 这个盾牌猛男在那护抡 对不对 战车的话确实能出 而且出的还挺快的 但是到底没有骑兵拉的舒爽 尤其是他这代把这个战车的数量加得非常多 我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 我这是极大规模 这个中装战车都有28人 而轻装战车更是每一个有36个人 或者说36个魔族 每个魔族里面有两匹马 也就是说光一个弓箭手战车就要72匹马 如果是最大规模 我记得是52还是54 一个战车就100多匹马 如果你出一只满边的这个轻装战车 那就是1000多个魔族 什么概念 一个满边你就是千乘之国 就这么离谱 而且马匹的话就是2000匹 太夸张了呀 听起来好像很强啊 但是如果你玩过战锤的古墓王的话 你就知道 战车的魔族一旦多起来 它就会互相卡位 而且呢地图大小是固定的 你这战车一多啊 就容易施展不开 就你卡我来 我卡你 一只部队自己的魔族之间的还会互相卡 总之打起来就是一片混乱 冲都冲不起来 所以我才开的是几大规模 没有开最高啊 当然我刚刚说的是轻装战车 你像中装和重装的话呢 这个护甲更高 魔族也会更少 手感呢就会好上不少了 OK那么至此 我们这个全面人法老的一个新手入门视频啊 就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但如果觉得我讲的还可以的话呢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分享三连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区留言